记者陈文禅高雄报道,高氏王姓男子好意骑车在有人返家,却因有人未戴安全帽,被警方拦查发现酒驾,不料王楠见警措施,警方提供漱口杯水清洗,王楠拒绝酒册,警方开单告发,并一致保管车辆。 凤山景分区文山所警员赖和庆张甫一等二员,于今凌晨二时许巡逻时,行经文雅东街宇今五路口时,发现55岁王楠騎乘机车,由于后座乘客为戴安全帽,赖等二员示意蓝亭盘查。 不料王楠停车后,远景袖到他身上散发出浓厚酒味,先有酒后驾车情形,没想到王楠酒驾遭景盘查,竟一时紧张,当场排泄会物于所穿着长裤上。 远景件状只能提供原本漱口用的飞水与卫生纸供网民应急清理,王楠拒绝接受酒精浓度检测,并经远警告知相关权利与法律效果后,警方乃一规定,予以置单告发,并以置保管车辆。 王楠公称,早上在羊肉炉店与有人聚餐,并有饮用啤酒漱罐,餐后自是意识清醒,自告分用骑车载送有人返家,不料因有人未佩戴安全帽而引起警方注意,王楠遭罚后直呼倒霉。